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前面两集讲到的寻狱之死和恐龙之死 可以看出曹操绝不允许别人在政治上和他作对 尤其是不能允许公开作对 但是在此之后 曹操又杀死了不曾与他作对的崔衍和杨修 这更是被曹操留下了无端杀人的千古罪名 崔衍是三国时代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名士 他的德行操守令曹操都非常敬重 却因一封信被曹操冤杀 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都为崔衍反冤 而杀死聪明的杨修更是被曹操留下了杜裁的坏名声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衍又为什么要杀杨修呢 崔衍杨修被杀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曹操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崔衍的死是当时的一个大冤案 而且是公认的冤案 没有疑问的冤案 我们知道这个孔荣是被曹操杀掉的 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就不敢给孔荣做传 但是陈寿的三国志是给崔衍做了传的 而且就在崔衍传里面说 崔衍的死罪为事所痛饥至今冤之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崔衍的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而且一直到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 大家还认为是冤案 是冤枉的 那么崔衍的死为什么是冤案 那我们就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 崔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 崔衍是怎么死的 崔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的评价是十六个字 文武全才 朝廷重臣 正人君子 德高望重 崔衍呢 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 小时候呢 他是学剑的 学剑术 学基剑 剑术很好 后来才开始读书 这个人很聪明 他一读书 就读得非常好 就成了当时的经学大师 郑璇的弟子 所以他是文武全才 他起先是追随袁绍的 后来崔衍就跟着曹操 一直是曹操手下重要的谋士和帮手 建安十三年 曹操恢复了丞相制度 汉代的这个政治制度呢 是丞相可以开府 就是建立自己的办公机构 当时这个说法就是 皇帝的居住和办公机构 叫做宫 皇宫 丞相的居住和办公机构 叫做府 叫做相府 我们去读这个诸葛亮的 厨师表达 公中府中聚为一体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曹操做了丞相 他就可以开府 那么丞相府下面呢 有两个机构 一个叫东朝 一个叫西朝 东朝和西朝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组织部 负责选拔干部的 那么崔也 第一组织部的部长 他也当过 第二组织部的部长 他也当过 那么崔也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的时候呢 选拔了很多的人才 当时的说法叫做文武群才 多所民拔 而且崔也在选拔这些干部的时候 完全是处以攻心 为财事举 而且要求得财兼备 一直受到朝廷上下的这个一片称赞 而曹操呢 也明确的表示 崔也这个人作风非常的正派 他本身就是一个表率 他可以使贪婪的人变得青年 使勇敢的人更加激励 是这样的一个人 第四点 崔也得高望重 崔也一表人才 我们前面也讲过 曹操担任魏王以后 接见这个匈奴使者 自谈行贿 觉得自己个子又矮 长相又不咋地 不足以雄远国 请崔也 穿上魏王的服装 接待这个匈奴的使节 一表人才 身材高大 声音洪亮 而且他一身正气 这个人一旦一身正气了以后 他就是堂堂正正的 所以曹操见了他 都有三分敬畏 崔衍传的说法是 太主以敬弹宴 就是曹操见了崔衍 那是又尊敬了 还有一点害怕 崔衍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 最后还是被曹操杀 不但被曹操杀害 而且完全是乌杀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 崔衍是一个光明磊落 一身正气的人 曹操对崔衍也是非常敬畏 然而在公元216年 崔衍被曹操杀死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死崔衍呢 崔衍之死究竟冤在何处呢 广告之后再见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 崔衍是这样一位 道德高尚的人 这样一位一身正气的人 他为什么会惹怒曹操呢 据实书记载 崔衍因为牵涉到 一个蹊跷的文字玉案件 被曹操杀死 聪明一世的曹操 又为什么会用文字玉来加害崔衍呢 崔衍之死究竟冤在何处呢 当时给崔衍定的罪名是什么呢 浮匪心棒 什么叫浮匪心棒呢 浮就是肚子 就是在肚子里面诽谤 在心里面诽谤 这是滴滴道道的混账逻辑 说这个人在肚子里面诽谤 在心里面诽谤 你怎么知道 如果浮匪心棒可以做罪名的话 什么人都可以杀了 世音有没有一点呢 你怎么能无缘无故的说 我先逮住一个说 你现在在腐匪心棒 你在肚子里骂我 那不行吧 总而有一点点什么痕迹 有那么一丁点 什么事呢 就是当时有一个叫杨迅的人 写了一封表彰 给皇帝 写表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曹操呢做了魏王 那么他封了魏王以后呢 这个杨迅呢 就写了给皇帝写了一封表彰 对曹操呢 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歌颂曹操 这事件在朝廷上就引起了反响 就是杨迅这个人是个马屁镜 那这样子拍马屁 太不像话了 这个议论多了以后呢 就议论到了崔衍的身上 说崔衍你看 你作为一个组织部长 或者说干部部长 你负责选拔官员的人 你怎么选了这么个马屁镜呢 是不是你失职啊 这个事情既然牵涉到崔衍 崔衍就要来过问一下了 就跟杨迅说 那你把你写的那封表彰拿我看看 那我看看你到底写了些什么 拍了些什么马屁 看完以后了 崔衍回了一封信 原文是这样的 行表 是加尔 实乎实乎 会的 有辩识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成了他的死因了 好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 你写的那篇文章 我看过了 事情还可以吗 时间啊 时间啊 随着时间的迁移 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们质疑过来 这段话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 崔衍是支持的杨迅 是在反击那些批评的人 就说李阳迅 上这封表彰 歌颂曹操 这个事情还是可以的 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情况会发生变化 虽然现在大家都批判你 将来会大家会理解的 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按照承受的观点 这封信就是这样理解 但是 崔衍写给杨迅的这封信呢 又被人告密告到曹操了 这个告密的人 就是另一种理解 就是说 李歌颂曹操的文章 我看过了 他曹某人做的那些事情 还算可以吗 时间啊 时间啊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曹某人的情况 也会变的吗 这就是完全是 另一个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曹操看了 这个报告以后 非常的愤怒 曹操说什么呢 他说 释迦尔 尔矣嘛 这个尔 它不是个好词啊 这个崔衍不公 下一道命令 判处 坤行殊途 什么叫坤行殊途了 就把头发剃掉 然后去做苦工 这种处分 对于崔衍这样的人来说 是很重的 因为我前面讲过 崔衍是什么 一表人才 道德高尚 也很看重自己的形象 很名誉的人 你把这样一个人 把头发一剃掉 穿个破衣服 去做苦工 那对他是极大的羞辱 但是这样很坦然 神色之弱 没有任何 或者说愤怒啊 或者说是抱怨啊 或者是悲哀啊 郁闷啊 都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坤行殊途 这个处分 并没有打击了崔衍 于是崔衍就派人去 说了 是这样吗 那就三天以后 我们来听消息 那么三天以后 崔衍派的人跑去看 崔衍还是神色之弱 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 这个崔衍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但这不是证实里面的 这是陪助里面的 那根据陪助里面的材料 当时崔衍说了这么一句话 崔衍什么意思啊 难道还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马上就有人把这句话 传给崔衍 崔衍听了以后 点点头说 这就是我的不对了 我没有想到曹公 是有那个意思啊 好吧 自杀 崔衍的自杀 崔衍之死 再次显示了曹操的生性猜忌 而且此时年龄 一过六十的曹操 简直有些疑神疑鬼 他将崔衍信中的 实乎实乎 会当有变之 这句话理解成变天的征兆 崔衍因此被冤杀 这句话明明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但当时 崔衍为什么没有身边 曹操又为什么不去询问一下 曹操再怎么着 也不至于神经错乱 难道他真的老糊涂了吗 还是另有隐情 历史上对崔衍的死因是怎么看的 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这个事情呢 不用分析 谁都明白这是一个大冤案 而且曹操的所作所为 近乎歇斯底里 有人说曹操现在野心膨胀 权力也大了 为所欲为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是有这个因素 但是曹操再怎么着 还不至于神经错乱 还没到神经错乱的份上 那么他杀炊炊炎 总归会有他的原因 第二个 这个事情明明是冤枉 刚才我讲过了 对不对 那段话可有两种解释的 崔衍为什么不答辩呢 他一句都不给自己申辩 这又是为什么呢 崔衍的死呢 三国志是有结论的 承受给的结论是四个字 叫做事就不前 什么叫事就不前 就是仗着自己是老朋友 态度不好 不虔诚 而且举了例子 比方说许游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死的 比方说孔荣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死的 这是承受的关键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可以讨论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炊炎呢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叫做神经过敏 因为你知道曹操从如消河故事到封卫公到禁卫王他一步一步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 在大家看来 在大家看来他就是要串汉的 这几乎是普遍的看法 而且持这种看法的呢 往往是那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 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他是这样理解 那问题是吹眼为什么不答辩 他解释一下 我说的是 我是支持你的不就行了吗 表个态就行了吗 表个忠心就行了吗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当时猜测了 一种叫做不削语 一种叫做用不着 什么叫不削语 就是吹眼他因为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 这个地位也高 这个品德也高 人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可能就会想 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要杀就杀呗 认杀认寡呗 我申辩什么呀 不申辩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就是吹眼 早就预料到 曹操不会放过他 用不着生变 生变也没有用 曹操杀吹眼 还可能有别的原因 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 我再提出两个原因 一个是报复杀员 我们知道 曹操得到吹眼是什么时候呢 是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曹操拿下了叶城 自己当了冀州牧 把吹眼从监狱里放出来 朝朝大宴宾客 很得意的说 哎呀我刚才查了一家户口 说这个冀州啊 有三十万人 这可是一个大州啊 很得意 这个时候小人得意了 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吹眼站起来说话 说曹公啊 现在天下分崩 深明涂炭 王师驾到 不先存问风俗 不先安抚百姓 先不先想到 是自己捞了多少油水 得了多少粮食 人口军队 可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这难道是碧州百姓 寄希望于民工的吗 这个话一说 所有的兵客脸都下白了 曹操马上改容 肃然其境 对 崔先生你说的对 正义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这个疙瘩 可能曹操心里都结下了 崔岩对曹操的 那一番大义凛然的话 不得不让所有的人 都肃然起敬 可是 曹操的心理 很可能 结下了一个疙瘩 从公元204年结院 到公元216年杀人 曹操等了12年 他终于用崔岩的死 解开了那个疙瘩 崔岩用自己的死 证明了自己 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 曹操则用崔岩的死 证明了自己是个奸雄 那么崔岩之死 只是这么简单 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安排后事 他杀崔岩是为了安排后事 因为我们知道 曹操晚年的时候 接班人的问题 提到了议事制程上来 曹匹曹操 兄弟两个为了争夺这个储位 展开了明争暗斗 这个时候曹操呢 秘密征求百官的意见 很多人都秘密回信给曹操 说我赞成选谁 唯独崔岩公开回信 说 春秋大义 力敌以涨 你选接班人 要选年纪最大的 也就是要选曹操 何况武官中郎将 就曹操了 人孝聪明 应该当太子 我崔岩愿意死 来捍卫这个正道 曹操看了以后 大吃一惊 因为曹操的妻子 是崔岩的侄女 就按私情崔岩 应该支持曹操的 但是他支持曹操 所以曹操非常敬重 那么按说这个 他不该成为曹操杀崔岩的原因 对不对 他不是 你们观点不是一致吗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裴松枝在这个地方 加了一条柱 柱子是什么呢 说曹操的那个妻子 也就是崔岩的那个侄女 有一天因为穿了一件漂亮衣裳 被曹操杀了 他这条柱 他没有住在曹操传 而住到了崔岩传 而且住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裴松枝 好像在暗示什么 暗示说崔岩的死 其实与曹操 曹操兄弟 争夺这个储位 可能是有关系的 那么事实上 也有人因此而死 比方说 阳修 通过义中天先生的分析 可以看出 崔岩之死 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参与曹操曹丕兄弟 争夺储位 可能是原因之一 所以曹操对他敬畏的崔岩 也是毫不手软的 据实书记载 在曹操死去的前一年 杨修也是因为陷入了夺敌之争 而被曹操杀害 事实果真如此吗 义中天先生将为我们分析 阳修真正的死因 广告之后再见 从刚才义中天先生的分析 可以看出 晚年的曹操 在逐步的安排 政权过渡的后事 如果说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 人才对他的事业至关重要 而在权力过渡的时候 对任何有可能影响 权力过渡的人才 曹操一点都不会心慈手软 那么 崔岩之死 可能就是与此有关联 而在历史上的杨修 也同样被认为 是参与了夺子之争 那么 义中天先生 又是如何看待杨修之死 杨修之死 与他的个人性格 有什么关联吗 杨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聪明人 杨修可以说是聪明 第二呢 杨修呢 又是个很谦宫的人 由于杨修这个人 又聪明 又谦宫 所以他和曹操 所有儿子的关系 都很好 曹操的儿子 都争着跟他交朋友 杨修呢 谁也不敢得罪 他也都去交朋友 所以杨修的死 他不因为得罪了谁 他没得罪人 但是杨修 还是被曹操杀了 那么 三国志也好 后汉书也好 都认为杨修的死呢 是因为在这个夺敌之争当中 杨修是站在曹操一边的 再加上杨修呢 是元素的外甥 这样一些原因 曹操在自己临死之前 把杨修杀了 但是这个说法呢 我认为 也是可以讨论的 虽然这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说法 为什么可以讨论呢 有两点 可疑的地方 第一点 杨修确实是曹 执一党 但不是死党 是活党 曹操决定立曹匹为太子以后 杨修就想疏远 曹执 是曹操抓住他不放 杨修呢 也不敢跟曹操翻脸 维持着这样一种 往来关系 既然不是死党 你杀他干什么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杨修和曹匹的关系也不坏 而且很好 杨修曾经送给曹匹一把剑 这个做剑的这个人呢 叫王毛 所以这个剑叫王毛之剑 后来曹匹当了皇帝 有一天出宫的时候 他身上配着这把剑 把剑拿出来一看 他响起杨修来了 停车 诸位知不知道 这就是杨德主送给我的 王毛之剑 王毛现在在哪里 他说在什么什么地方 看王毛去 车子开到王毛家 送了王毛很多礼物 那俗话说爱乌鸡乌嘛 曹匹连王毛 他都要去看望 他怎么会恨杨修呢 曹匹自己不恨杨修 你曹匹替他杀什么 没道理嘛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 可以看 杨修的确是选入了夺敌之争 但是 他与当时的接班人的热门人权 曹匹和曹匹 关系都是不远不近 谁也不敢得罪 杨修虽然支持曹匹 但不是死党 所以曹匹不大可能 因为立太子的问题而杀杨修 那么 杨修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被曹操杀死的呢 难道曹操真的是妒忌杨修的才干吗 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曹操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前面我们讲过了 杨修这个人很聪明 但在我看来呢 是小聪明 根据后汉书 因为三国志是没有杨修的传的 不敢给杨修做传的 后汉书杨修有传 《诗说新语》里面也有有关的记载 根据这个记载呢 就说杨修这个人呢 非常聪明 他在曹操的手下做事 处理这些公文 觉得这种工作根本就 用不着他多少时间 他老溜出去玩 溜出去玩 万一曹操写个条子来问什么事怎么办呢 他先事先都算好 他能算出来曹操今天会问什么问题 而且他能算出来 曹操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他按照这个设想 他事先他就把答案写好 一答一答的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跟手下人说 你记住啊 待会曹工来了 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把这张拿去 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你把这张拿去 问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你把这张拿去 让他自己出去玩去了 就这样对付曹操 这还都很成功 结果有一天是叫做 这叫人算不如天算 有一天他出去玩的时候 刮大风 把这个纸吹到到处都是 他手下的人 把他捡过来 持续乱了 曹操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第三个答案交上去了 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答案交上去了 曹操一看什么乱七八糟 把杨潇叫过来一问 杨潇老师交代 那曹操恨死他了 说你怎么能这样忽悠我呢 他讨厌他了 那更不聪明的是 杨潇呢 他还要卖弄自己的聪明 那这个《诗说心语》 里面有好几个故事 说曹操修丞相府 修好了去看了一下 什么话没说 在门上面写了一个字 活 杨潇老师说来来来 把这门改小一点 门内有一个活就是阔 城乡嫌门大了 我猜着了 还又有一次 人家送了一盒酥糖 还是奶酪 我忘了 曹操吃了一口 然后写了一个和 联合的和 杨潇拿过来就吃 但是什么意思 人一口嘛 一人吃一口 都是这种小聪明 你这种东西你炫耀炫耀炫耀 卖弄卖弄也算了 但是他还要 去拆曹操的军事 安排 曹操在汉中跟刘备作战的时候 打也打不下来 退也退不回去 有一天人家在寝室曹操说 今天晚上军众的口令是什么 曹操说 鸡勒 鸡的勒骨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这口令传出以后 杨秀就在家里收拾行李 人家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这还听不懂啊 魏王打算回去了 要抛弃汉中了 那么这是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你耍什么小聪明 回去以后没多久 曹操就把杨秀杀了 罪名是什么呢 漏泻言教 交官诸侯 八个字 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 结党淫私罪 妖言获重罪 杨秀临死之前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我也知道我是死的太晚了 我早就该死了 但是我不知道杨秀明不明白他为什么早就该死了 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没有 如果也像三国之后汉书理解的一样 是因为和曹操关系密切 所以曹操要杀他 那算他没想通 为什么他不知道曹操是一个什么人 什么人独裁 曹操这个人肯定是要大权独揽的 不管他最后想不想当皇帝 要不要皇帝那个名号 他在这个王朝中要做到大权独揽 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容忍别人把自己的心思给拆透 他要搞秘密政治 搞特务统治 他怎么能容忍你把我心思看穿 他只能说我把你心思看穿了 你永远琢磨不透我 天恩难测或者天威难测 而且李杨秀不但把我的心思拆透了 你还到处嚷嚷 至少也显得我曹某人没有臣服 我这么小儿科就让李杨秀一眼看穿了 你连我要问几个问题的秩序你都猜着了 这样的人还得了啊 肯定要杀他 甚至连崔岩的死可能都是有这个原因 崔岩是什么 曹操秘密征求立储的意见 崔岩公开作答叫做路板 就是发表公开信 那么你要知道 曹操秘密征求意见这是一个规矩 就这种事情是不能公开征求意见 李崔岩公开作答是不是坏了规矩 这是第一点 对不对 第二点 你为什么要公开作答 人家都秘密回信 你这不是刻意作秀吗 表示你光明正大是不是 表示你没有嫌疑是不是 表示你不会因为曹操的妻子是你的侄女 你就结养淫私 你想表现这个对不对 曹操不满了 第三 就算崔岩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作秀的意思 他只是心怀坦荡 他只是大公无私 但是你公开作答不显得曹操的秘密征求意见 有点鬼鬼祟祟吗 你这样就不把曹操就比下去了吗 曹操能够容忍吗 何况这个时候大权在握的曹操已经是杀人魔王一个了 我猜测啊 崔岩之死和杨修之死的真正原因 恐怕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知道 崔岩和杨修是在曹操的最后的岁月里被杀的 而这个时候曹魏集团内部的斗争 异常激烈 因为曹操的几个儿子都在争夺接班人的地位 那么他们是怎么争夺的 最后又花落谁家呢 请看下集夺敌之真 谁是苏氏生命中的红颜知己 是不思量自难忘的原配夫人 还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多情侍妾 拥有一个好父亲的苏氏 自己能不能成为别人的好父亲 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苏氏 将怎样教育自己的儿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正副教授 继续带您走进苏氏 解读苏氏家庭生活之天伦之乐